猫屎居然可以换青菜 事情是这样的 前两天邻居奶奶给我发消息说 想找我要点猫屎回去种菜 还说让我拿点菜回来吃 咱就说菜不菜的无所谓 主要是我想做好事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吧 现在带妈条去送猫屎去 她就喂了一个小猫 我喂了好几个 难道是嫌我拿来的猫屎太少了 谢谢啊 没事没事 谢谢啊 这就走了 奶奶你是不是忘了点啥 我来吃的好点吧 可算响起来了 没事不用了 我来你喝的青菜吃吧 不用不用不用 过来喝的好点 跟着奶奶去拿菜 先来点小葱 再来点青菜 可以了可以了 再多我也拿不下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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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八条 快走 还来着不想走 走了 太开心了 准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你见过洗澡 这么享受的小猫咪吗 下午带八条 在小区里看小朋友玩水 结果一不小心 她就湿了 然后我就赶紧把她带回来洗澡 看她的小表情 好像在说 把服务都给一安排上 再来个头部按摩 再来个头部按摩 小玩具也得安排上 好了别玩了 把头抬起来冲干净 也太享受了 八条可能真的觉得自己是条狗 一般猫都怕水 但是它不怕 要不是我拦着 它恨不得跳到小区的水池里玩去 小区的草坪上有很多这种小洞 八条是见一个掏一个 这些洞都还挺深的 要是掏出了个兔子 或者刺猬啥的都还好 万一掏出了个蛇 那我看是真的无语了 关只手继续掏 光这些洞它都能玩整整一下午 玩累了就跑到旁边树底下歇着 我不是猫吗 咋还吐舌头了 八条实在太像一只狗了 每天都得溜 在电梯里边就急得嗷嗷叫 一开电梯门带着我就冲出去 我都不知道家里猫沙盘有啥问题的 非得憋着出来上厕所 路上遇到一只特别气的狗 这只狗当着八条的面尿了一泡 光掉就算了 还嘲讽八条 八条先想这谁能忍 然后就跑到刚才那只狗标记的地方 也尿了一泡 正常猫都应该怕狗才对 但八条它不 它特别爱跟狗玩 结果那小狗害怕不敢跟它玩 看着人家离去的背影 八条嗷嗷嗷个人哭 我看以后也别叫它八条了 就叫它八条狗吧 哈 哦 回来了 把手伸到猫面前就能测试出 你有没有打过猫 别带我 我认输 那里面两包干嘛呢 这特殊时期这么多的猫疾疾 不怕的猫病啊 快出来 我认为你这个猫疾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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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说对着猫伸手可以测试出你有没有打过猫 让我们玩一个哄睡游戏 来 猜浪浪半小姐小姐传歌滑秀蟹 秀蟹破两板歌大板歌换摩尺 小板歌搭酒盒 嗯那嗯那这好词 倩倩小火火八草词 睡着喽 哦 看 看 帝干净了吗 哦 看 帝干净了吗 哦 看 帝干净了吗 嗯 就这么都能睡着 还继续睡 还继续睡 把你卖了 扔了 还睡不 又继续睡 是绝了 啊对 我是去猫咖了 那又怎么样 猫咖的小猫咪都很现实的 没有零食都不会理你的 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买罐头了 我哪里有钱给猫咖的小猫咪买零食啊 猫咖的小猫咪都是逢场作戏的 咖 吃就是 喝老香啦 变得无数 教你老香啦 变得无数 哼 拔 你干什么 你要上来啊 小胖子 躺着躺着还自己挑个位置是吗 你怎么那么可爱啊 你怎么这么可爱啊 好想把你捏死了 捏死你 好想把你捏死了